中共斗争激烈 据可靠消息表示 江西人马是温家宝为眼中钉 接下来的独家报道 我们带您来看到 在民主人士唐柏乔的专访中 透露了一段有关温家宝的插曲 唐柏乔同时也提醒温家宝 中共政权崩解军越不远 呼吁温家宝要是实物 做出正确的判断 或者表演 这是我第一次 我从来不是总共任何一个人的豪华 因为我有两个因素 我来判断 因为他一直 有人现在北京人传出来说 他一直揣着赵紫阳的照片 跟他的合照 从89年揣到现在 揣到西传里面 如果他真正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话 那我基本上可以肯定 他是有良知的 因为这个东西他没作秀 你说他天天说 这几次改革 或者在媒体上面哭 或者到四川地震那里去清明 那可以说是作秀 他揣张照片 他天下只有他一个人 今年已经70岁的温家宝 在他最后一场两会记者会上 坚持等到路透社提问了王立军 并做出严厉批评 才结束长达三小时的马拉松记者会 隔天中共中央随即解除 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1989年爆发六四事件 前任中共领导人赵紫阳 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 身旁站着的就是温家宝 英国金融时报稍早前 引述中共高层人士的话说 温家宝曾经三次提出 要对六四重新评价 但是遭到薄熙来等人的强烈反对 新唐人记者林南宋生化 唐宇采文报道